人们对婚外面的态度可以从以下的称谓中看出变化 通奸第三者婚外情 通奸这个词汇不仅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而且在某一特定时期还被当作犯罪行为 而婚外情显然是个中性词 甚至会因为一些特殊色彩 而为某些人津津乐道 通过各种婚外情期刊网站做的研究及用户调查 那些可能欺骗人的感情骗子的轮廓 似乎已经大致描绘了出来 在下面罗列的九条特征中 有两条看起来有点慌悠 身高和名字 这些人真的容易被叛恋的人 还是纯属巧合 我们不能做不断的结论 只有那些跟着九种人约会过的 才知道到底是怎样的 在你受骗受伤之前 还是对这类高危人群保持警惕 当然他们只是相对概率更高的人群 结果仅供参考 到底你遇到那个 是不是值不值得付出感情 还得看个人感受决定 1. 高个子 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对高个子有偏见 据国外婚外情交友网站 Eliciting Countess COM研究 身高在177.8厘米以上的男士 一般身高的骗人概率多两倍 这是多个女子的惨痛教训 积累出的经验 2. 摇滚粉丝 这个也是由上条出现的 婚外情交友网站提供的研究 他们发现在所调查的骗子里 有41%喜爱摇滚 如果想找个可靠的对象 Rap 爱好者可能会更好的选择 3. 法国人 你和恋人的性关系中 重要的浪漫催行技是什么 科学告诉你 是红酒 奶酪和一点点暧昧话语 说到这 你懂了吧 法国人最擅长这些把戏 不止如此 关于这一点还有研究 瑞典性玩具奢侈品牌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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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过一个关于卧室习惯的全球调查 其中有75%的法国人 承认自己有过欺骗行为 4. 金发女郎 据一个国外网站调查 女骗子里有42%的11头金发 男同胞们还是不要太迷恋金发了 找情况稍好的黑长直 妹子 骗子中的黑发女子 只占11% 5. 微博爱好者 密苏里大学所做研究表明 使用 推特 微博也和欺骗有关联 微博使用力越高 越容易出现欺骗对象 出现感情纠正 例如出轨 其实不仅是微博 其他社交媒体使用者 都可能对感情失去忠诚 因为诱惑实在太多了 6. 女教师 却婚外情网站 Ashley Madison 网站在其用户间所做的什么职业 更可能出轨 调查显示 欺骗丈夫的妻子 常出现在老师这个职业中 至于为什么 就不得而知的 7. 购物狂 又是 Ashley Madison 她透露到她们网站的不真女信用户里 很典型的一类人就是购物狂 超过三分之一接受调查的女性表示 当她们开始背叛 欺骗行为时 会花更多的钱和时间 来修整自己的一种 而且其中有27%的人 私底下办了张信用卡 为此买单 不忠的代表性国家 相交共和国中 南美洲发展中国家 便宜说法 8. IT从业者 不要被他们看起来温和的连帽山 时髦的演技和超人的耐心所迷惑她 还是上个网站 Ashley Madison的调查 发现IT从业者们肚子里都有坏水 是容易欺骗人的丈夫 9. 名叫 Way的家伙 在2000个女性中所做调查研究发现 Way是所有男性名字中最不受信任的名字 看一个人有没有出轨最简单 也荒谬 的办法是什么 他的名字 虽然这一点很难使人信服 也没什么解释和理由 不过还是尽量约合叫这名字的男性约会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